接下来的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一开始就是放眼国际市场的话 那你进军市场的策略 就跟只针对新加坡市场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还需要一些龙头企业 来带动这个Ecosystem 我建议年轻人尽全力去寻找适合他们的导师 要一个有时候说是不屈不挠的精神 会遇到很多失败的一些挑战 你必须不怕失败 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锁定早报.hg